男一大的学姐她讲述 她因为被谢信狼师性骚扰的事情 使得她被迫无法拿到学位 所以我才决定要实名地站出来指控这位狼师 受爱者不只有她一人 出面指控国立大学美术系教授一路玩三校 假借练习人体绘画知名骚扰女学生 在拍摄的当下我们都有做防护措施 她就有说那个防护措施拿掉 我们要如实地呈现 你不是性感你是可爱 你是需要被珍藏在玻璃柜里面的可爱 虽然说那个泳装的状态也是近乎全裸的程度 不用再进出厕所换装 直接在拍摄的现场换装就好 在画室当人体模特儿艺术却变成性骚的遮羞布 当下拍摄完教授以保护肖像权为由不给照片 但爱者还控诉教授还有一本笔记清单 当时他就是被画掉的其中一位 他给我看谢师PO了我当时的照片 在他自己的脸书上的时候 我其实当下就完全说不出话来 过不久我就在自己的脸书粉砖 打一篇对这件事情的陈述 但是他就无差别的去转发 我粉丝专业的各种贴文 蛮害怕的 毕竟公开照片这个无疑是二度伤害的行为 就是这张照片让他觉得二度伤害 因为在个人粉砖指控后 没想到加害者竟贴出当时的裸露照片 不过这名被指控的教授 解稿前并未接电话 教育体系内的一个性骚防治机制 显然是不够完整的 而且是不足以让受害者有信任的 我认为这部分需要教育部 严正去改正 呼吁教育部扩大调查修补漏洞 别再让校园性骚案无求无尽